2018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是中央电视台制作播出的大型综艺性文艺晚会,也是中央电视台承办的国家项目,由杨东升继续担任总导演,这大概是史上筹备最早的一届春晚。 看了节目单后,小编就被陆寒关小彤的名字吸引了,他们居然会合体上春晚,要唱的歌曲竟是因为爱情,正式公布恋情后,低调了这么久的大爆发嘛,今年看来看个春晚,在新年的第一天,就要接受一大波狗粮了。 这让小编想起了了陆寒公布恋情时微博上的盛况,但热了好几天也没有降下去,虽然好多粉丝纷纷表示不能接受,但也有很多人在赏陆寒是个纯爷们儿,不把女朋友藏着掖着,直接公开,这也让不少人陆转粉了。 公开恋情后,陆寒粉丝纷纷纷表示要脱粉了,但也有好多钟就舍不得啊,还是坚守着自己的爱豆,陆寒可能也是为了照顾粉丝们的情绪,自从公布恋情后,就很少秀恩爱了,一直很低调,只是和关小彤的甜蜜暴击的剧照流出很多,现杀旁人。 沉默了这么久的陆寒乖小彤,这一来又是给粉丝们一个甜蜜暴击啊,合体在春晚上演唱《因为爱情小编》,都能想到那时央视舞台上冒着的粉红泡泡了,还有看着屏幕流着泪吃狗粮的粉丝们。 陆寒和关小彤都是北京人,陆寒曾在采访中爆料,自己家离央视舞台15分钟车程就到了,上了春晚还能赶上回家吃饺子,那今年上了春晚后。